谈到钱就显得很俗气了 可是俗话说 有钱走遍天下 没钱寸步难行 真的是这样 有钱能使鬼退磨 不信你想想 发生在你身边的大多数事情 是不是解决不了的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没钱呢 当你没钱的时候 你会明白 有钱不仅是一个人的好事 也是一家人的福祉 大病小灾不可不防 没钱求人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是自尊的资本 好了 我是德国知事 今天我想来晒一晒 在德国 我2019年家庭固定开支 就是全年的固定开支 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家只有两个成员 我们是丁克 我们有两份收入 那么在德国 像我们这样家庭 每年的固定开支 到底怎么样呢 那让我来细说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2019年家庭固定开支 就全年的固定开支 地下 健身房 他去 但我不去 我是家庭成员二 私人养老保险 他交五百五 就是大概五十欧元 一年 一个月 然后呢 我不交 等一下我再告诉 再往下看 我就知道 我为什么上面不交 生活及职业保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两个人都买了 他买的是七十五欧元 一个月 我的是四十大概四十八不到一个月 所以全年加钱就这个 然后呢 家庭住家保险 我们买了是全家的八十亿欧元 然后有个生命保险 所谓的 132元 然后呢 我买的是七十八 我买的就是考虑了父母 因为我去这样想 假如我的生命突然出现了什么意外 我不在了 那么我的父母因为年老了 但是我还得养他们呢 对吧 所以我就这样买了这样一个保险 应该是三万欧元 就我死 就要我死的话 那么受益人是我的父母 他们会得到三万欧元 大概有二十多万人民币 在我们农村 他们大概是现在八十多岁 那么二十多万人民币 我相信也能够给他们养老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防止意外的 然后呢 还有国外旅行保险 九欧元一年一个人 另外有电费 我们家是比较省的 我们每个月的电费 大概就是三十欧元左右 比较省 三十一欧元这样吧 所以每年 所以每年三百八十八欧元应该够了 因为我们自住 我们有自住房 我们就住着自己的家里 所以每个月有德语的 所谓叫做Housegate Housegate是包括比如说暖气费 管理费 还有住房维修基金 每个月大概是三百五十三百六十欧元左右 一年就是四千零四十二欧元 这是非常准确的 还有法律险 法律险我奉劝大家一定能买 一定能买 因为在德国非常多需要用的法律保护的地方 我们每年交的法律险是二百一十欧元 然后呢 有住房维修存款计划 所谓的Bausch Podcast 我们两个人都有 我是每年存 每个月存一百欧元 每年就是一千二 那么一共一般来说是这样一个 合同是七年的 然后呢七年之后要等一年才能取下来 也可以 它是可以贷款的 有一定的贷款额度 因为现在利率非常低 所以这个Bausch Podcast意义不大 但是我还是当七年前我就买了 所以存到现在大概有一万欧元左右 一年一年就交一千二 这一千二刚才说了 是作为倒是是个存款还可以贷款的 所以这其实也算给自己一个存款吧 然后还有德国是强迫交的所谓的广播电视费 每个月好像是十七点多欧元 一年就是二百一 就是固定的支出 还有第三责任线 Halfpflicht 这也必须要买五十六欧元一年 然后呢 我们手机费 大概每个月是 它是十不到十五欧元 我呢大概是每年每个月二十块欧元左右吧 交通费 哦上网费还我忘记了 大概是三百六十欧元左右 这我忘了上网费 我加上我加在这里吧 然后交通费 我自己交通费 我等一下在下面我再说啊 他有个job ticket 每年是四百多 还挺便宜 然后汽车共享 有个月租 然后我自己每年大概是大概七百欧元左右 然后税务咨询费 这个是每年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就是看你能够从税务局要回多少税 他大概是一千二 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 我每个月还要付税务师一定的费用 所以我每年大概发生在税务师 使用的费用大概是两千五元左右 饮食 这部分开支反而比较小 因为他在单位食堂吃饭 每个月有二十多天 二十一二天 所以他每月的开支大概是 我们两人加起来大概四百 那么他大概是二百五十 我大概一百五十 所以每年是我的一千八 他是三千 占家庭开支 其实很小一部分 这个食品 这个食品啊 其实是包括了护理用品 比如说洗发水啊 还有沐浴露之类的啊 还有社交支出 服装每个月 每年大概是两千 每人两千 大概就四千了啊 然后呢 就是投资 ETF及股票的 他投资大概两千 我固定的投资 我计划肯定是每年投六千进去 不间断 然后度假 他度假 大概是一年两次 每次一千五左右 我度假 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 我比较灵活 我想出去 或是我回国 我一年回国两三次 那么这样加起来 我一年大概度假的费用是六千 左右啊 然后医疗保险 他因为是职员 所以就从工资里面扣掉 这里就不算了 我呢 大概一个月 大概是三百多一点左右 每年三千八百四十 然后呢 失业保险 我九百六 因为他已经交了 就不算了 最后是赡养父母 然后节假日礼物的 我大概算是 因为我每年给父母 大概是两万人民币左右 那么还有大概五百块钱 这样那样的开支 所以我就算三千 我觉得这是还是比较现实的 那么他每年 比如说圣诞礼物之类的 买六百 这不算多也不算少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每年的我们丁克家庭 我们固定开支 每年不到四万九千欧元 也就能平均到每个月 已经超过了 每个月超过了四千欧元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我每年投资六千欧元 到股票和ETF上面 这是固定的 原因是 因为我自己不再交养老保险 我每年投资这一部分 等于是给我买自己的养老保险 因为我每年从国家那里领到的固定 法定的那个养老保险非常少 所以我自己要补充 同时在我另外一个视频我已经说了 我们是买房来增加我们的养老保险 作为我们私人养老保险的一部分吧 也就是我的养老保险是国家大概有五百欧元左右 然后呢我私人的有住房的收入 我们的房租每个月 因为我们有自住一套 然后呢出租三套 估计呢这三套房的出租每个月有两千多欧元左右 然后还有这一部分投资以后的收益 估计每个月今后起码有五六百欧元 那么我的法定养老保险是五百 然后呢私人这里投资的有五六百 有一千多 再加上我们的房租有两千多 也就是我自己的养老保险应该有三千多欧元 再加上他每个月有两千多 我们大概有五千多欧元的养老保险 到我们退休之后 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哈 我相信今后 比如说十几年之后我们退休 可能会比现在预估会更多一点 目前来说 这样的计划应该是养老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的家庭的开支也能够保证 这是我们家庭的开支情况 希望对你有一点启发的意义 当然我相信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两人挣钱 两人花 没有自己的子女 所以如果是你们有孩子 当然你们的开支情况跟我们会完全不一样 好了 刚才说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情况 没有代表性 OK 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